有别于以往的选战方式 台东县长参选人饶庆林 日前在个人粉丝专业上 举办了台东不只是台东 加剧的争选活动 经过了为期两周的评选 26号的上午特别举办了颁奖活动 邀请十位得奖者前来共襄胜举 饶庆林表示 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大家对他的竞选口号 有更多的认识 也呈现出每个人心目中的台东样貌 由台东县长参选人饶庆林 发起的家具争选活动 26号上午公布得奖名单 由来自池上的米农 翻译嫌以农夫不只是农夫 更是饮食文化的捍卫者 夺得第一名 台东的农业跟观光是最大的产业 但之前好像比较没有农业的人 讲到这个农业的农夫的发声 那我就从自己农夫的一个心情呢 然后来做一个抒发 这个活动完全是我们跟团队自己发想 希望能够把我的这个口号 台东不只是台东能够创出更多的元素 看到所有家具的candidate的时候 使我有一种很澎湃的感动 就是原来我的这个口号是这么有延伸性 这么有广度 这么可以被诠释 其实让我看到 我可以为台东再做得更多 当我们站在台东 我们就是世界的中心 借用齐轩老师的话 那是当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最担心的是自我感觉良好 当我们自己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有什么条件 可以让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 这个就是庆宁要跟大家一起去努力迈进的 我们必须不停地把自己创建的构造的更好 让台东真的成为世界的中心 这次征选比赛 特别邀请作家齐轩 圣母医院执行长陈世贤 以及议会秘书长陈建贤担任评审 以文学哲学和相情的层面综合评比 选出前三名以及七位佳作 现场除了颁发奖评奖状外 还进行米乖乖大爆爆的趣味游戏 台东县长参选人 饶庆林也表示 在自己眼中 台东就像一块瑰宝 有各种发展的潜能 但最重要的还是回到务实面 一步一脚印 才能让台东越来越好 记者校家会 台东施报导 台东宣 祝福 手中 冠冠冠军